防风针看出小六心中所想,说,不用等了,二弟今晚怕是回不来,那我就等到明日。 防风针眯着眼睛,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气,你倒是对他死心塌地,你可清楚他,小六仰头,很清楚,声音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。 防风针双瞳漆黑如夜,那日,我说的话,你可有听清楚,小六妆听不懂,什么话? 防风针弯腰凑到小六眼前,与我澄清,我帮你的枪炫哥哥打天下。 小六问道,与你二弟澄清,你能帮我哥哥打天下吗? 防风针指起身子,眼中流光婉转,冷冷地说,不能。 小六低声道,我也不能。 防风针的谋色冷若冰霜,二弟不过是一个树出,他配不上你的身份。 小六瞪他,那论起来,就算你是防风市的组长,也配不上我吧。 防风针双眼亲咪,突然就哈哈大笑起来,你这性格我是越来越喜欢了。 没错,我确实也配不上你,但若我成了开国将军,娶一个前国的王姬,我想也是般配的。 看着防风针娇横不可一世的模样,小六牙关咬紧,说,你可真是个疯子。 防风针闪过一丝狠利,却又兴奋地笑,让小六觉得不寒而栗,犹如极寒之地的冰雪。 我能给你更多,而我二弟,一个燕人,他能给你什么?给你一泊梗的吻痕吗? 小六又羞又恼,捂着脖子上防风被咬出的痕迹,说,他是你亲弟弟。 防风针笑得更大声,亲妹妹我都可以舍弃,你该知道防风家对血缘关系看得不是太重。 小六真恨不得让防风针赶紧消失。 防风针看出小六已经恼怒,弯腰道,何必呢?早晚你会知道,选择我更好。 小六将牙咬得咯吱作响,请你离开这里。 防风针捡起小六身旁的酒瓶,一饮而尽,大声道,真是好酒。 看着防风针大笑着出了大门翻身上了黑马,消失在长街,小六气得浑身发颤。 半夜下起了雨,小六左等右等防风被也没有回来。 便知防风针没有骗他,自己去睡了。 睡梦中觉得有人在抚摸自己的脸颊。 小六睁开眼睛,黑夜中看见防风被坐在踏前,眼神柔和地望着自己。 小六问,刚回来。 防风被点点头,回来晚了。 小六往床踏里挪了挪,上来。 防风被拖了外袍躺上去,小六一只手搭在他的手腕,问,又去打打杀杀了。 嗯,黑夜里防风被答应了一声。 气息虽有些紊乱,但没有心伤,小六松了口气,翻身趴上防风被胸膛,再吸几口血,你的伤还需要养。 防风被便扶着小六的头,伸出獠牙,刺破肌肤吸其血来。 小六在防风被耳边道,防风争来过。 防风被安静,吸着血,没有说话。 小六又道,他来威胁我,要我嫁给他,他帮枪炫打天下。 防风被顿了顿,依旧没有说话。 小六觉得今日的防风被有些古怪,狐疑地问,你好像一点不惊讶。 防风被松开小六,轻轻将他推开,说,枪炫身边有赤水风龙就足够,防风是这样做没有半点好处。 所以,你和防风亦应都投靠了得严。 防风被歪头看着小六,那不是投靠,是立场。 如今防风亦应不会再掺和这些事,你呢? 你还要掺和吗? 防风被合上了眼睛,我掺和是因为别的事,睡吧,我一夜没睡。 小六有许多问题想问,又心疼防风被,侧身在他身边躺下,给他盖了盖被子,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 窗外的雨稀稀利利还在下着,小六手里把玩着防风被的黑发,防风被睡得很熟,呼吸轻柔又均匀,浓密细长的睫毛覆盖住那双让人心动的眼睛。 小六掏出惺惺镜对准躺在一起的两人,将防风被的睡颜静收其内。 防风被醒来的时候小六已经不见了,他起身穿了外袍,推开门走了出去,雨过天晴,天边挂起一道彩虹。 五彩缤纷,小六正坐在眼下心上。 见防风被副手出来,小六指着彩虹,满眼含笑道,彩虹瞧。 防风被朝小六伸出手,带你去彩虹镜头看看可好。 小六蹦跳着起身,两人翻身上马,防风被驾驭着天马追随彩虹而去。 铺满赤红枫叶的赤枫山,防风被抱住小六的腰从天马上一跃而下,一子一青两道身影飘然而至,落在一株枫树下。 小六认得这座山,那邪宁狂傲的公子防风争,曾将自己丢在这里。 防风被眉眼含笑,我觉得如此美景,不该留有不好的记忆。 小六笑咪咪,那日你来,我的欣喜便大过了愤怒。 防风被牵了小六的手,在风铃中漫步,摇摇看去,那七色的红,仿佛真的从赤枫山上生出。 你的剑术练得如何了?小六笑,回春堂忙碌,没时间练习。 防风被从天马背上拿下弓箭,这套弓箭是我之前所用的,你试一下。 小六弯弓,搭箭,拉弦,眯着一只眼睛凝神静气,射出,射中一片飘飞中的枫叶。 防风被伸手,剑插着枫叶飞回他的手中,防风被赞道,还不错,但许久未练, 后余力有些不足。 小六再次举箭,瞄准,射出,箭狠狠插入一颗枫树之上,箭头静没。 防风被挑了挑眉,看得出来你有些底子,我真的很想知道教你的师父是谁。 小六但笑不语,防风被将箭递给小六,再来几次。 随着小六一次一次拉弓,箭头没入树干的程度越来越深,防风被眼中有欣喜有探究。 射了一会儿,小六身上已出了一层薄汗,防风被按下他的手,今天就到这里,往后有时间要勤家练习,这副弓箭你先用着。 小六握着弓,问,什么时候回清水阵? 防风被漫不经心地说,今晚。 防风被翻身上了天马,拉了小六上去,两人侧着天马慢慢下山。 夜幕来临之际,圆月高悬,小六从毛球后背跃下,朝向柳挥了挥手,走上以丰收完的药草坡地,踩着青石台阶往后院走去。 大家围着家常的食桌,在吃中秋晚饭,饭菜很是丰盛。 见小六从门外进来,除了苗普惊呼一声,众人都没有反应。 昨儿给小六添了碗筷倒上酒,鸟普低声问,你经常悄无声息离去吗? 小六拱手道歉,一时匆忙。 老木喝着碗中的酒,语气沉重地说,屠户高也就这几天了,你暂时别离开回春堂了。 小六一正,这么快? 老木夹着菜,人都有一死,或早或晚。 众人都沉默着,小六环顾一圈,问串子道,胡子呢? 串子说,白日干活累着了,早早睡下了。 小六轻叹,最近我哪儿也不去了,田儿这胎到了足月的时候,以后我来坐枕。 串子哼哼两声,你整天一睁眼就不见了,像个鬼魂似的。 老木一筷子敲过去,闭上你的狗嘴。 小六心有内疚,说,串子说得没错,我是回春堂的掌柜,确实该好好经营堂上的生意。 串子昂起头,仿佛在说,看吧。 六哥夸我说得对。 桑铁儿瞪他一眼,笑着对小六说,如今前堂有苗圃帮衬,后院又有左耳,不需六哥费心。 小六放下碗,道,从明天开始你好好待产,前堂交给我。 桑铁儿孿